大家好,我这里是逆风摩尔打版 昨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指标 也是一个坐替的 我打版的小指标叫KDJFS 分享完以后 在后台我突然发现了一群特别可爱的朋友 特别可爱的人 这群朋友就是说可能是基础知识比较薄弱 就很多一些浅显的问题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很可爱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问题让我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说实话有点感动 十多年前我自己也是刚进入股市 什么也不知道 很多基本的一些看法软件也不会 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但是我会去找资料去查询 去咨询一些比较厉害的高手 也是一个比较好学的态度 正是因为这种好学的态度 在今天的我就可能在股市能赚点小钱 能实现一下财务的小自由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是很可爱 因为大家也有这种好学的态度 我相信大家未来在这种好学的态度的驱动下 只要不停的学习 未来也会取得一定的成就 不说赚多少钱 至少以后不会被他们轻易的 被其他人轻易的收割 是吧 以后也不会是一颗简单的小韭菜 好了 我们今天就今天的视频主要是针对后台的一些问题 我们做一下其中的解答 第一个是怎么去调用 调出这个指标叫KDGFS 平时我们可能是这样一个盘面 这是没有的 对吧 我们双击屏幕就会到一个K线 是吧 K线我们再双击它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 你平时看盘 就是假如是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开拍时间 它也会是这样 然后在左下角 在左下角这个位置 第二个 它第二个选项 就是KDGFS 这个位置我们点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把这个指标调用出来 然后我们再解答第二问题 怎么去设置这个参数 当你把这个参数 把这个指标调用出来以后 我们怎么设置 点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对吧 点它 双击它 就会出现了界面 我们先恢复默认 因为我这是已经修改过了 默认是933 对吧 它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昨天也说过这个样子 是它有老假买电 不能用 那我们怎么调来 就改第一个 就改第一个数据 我们把第一个数据改成81 81 改成81 我们其他数据不要动它 就改第一个数据改成81 其他不要动 然后我们再点确定就好了 我们再点确定就好了 点确定 点确定以后 这个数据你看就变了就变成这样了 就和我之前是不一样的对吧 不一样了 然后这我们参数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怎么去使用 我们昨天是以天气凛夜做的例子 我们今天换一下 我们今天换成比亚迪 比亚迪怎么去使用 我们再强调一下 我们就找随便找吧 有下眼线的 有下眼线的 这个我们找阶值为您 昨天已经阐述了 怎么用 阶值为您就是买点 对吧 阶值为您是买点 当它达到超过100 或接近100的时候 就是卖点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有多少差价 我们这里是大概是两个点 对吧 这个位置对于那是这里 我们看一下是4.6 中间差不多有2.5个点的差价 我们做T只要做这个确定性 只要有两个点以上 特别是对于这种大票 确实大票 两个点的差价 也是非常棒的 我们再换一下 换一个可以先有下眼线 这个吧 这个我们先清一下频密 对吧 有阶值为您没有 这个位置 接值为您 对吧 这个位置 接值为您 然后超买在这 对吧 超过100就卖了 就在这 我们看一下有多少差价 这是2.8 对吧 这里是4.73 差不多也是两个点 差不多两个点 就接近两个点 也OK 也可以接受的 上次做T成功 好了 我们再回答一下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有部分 部分朋友在后台文 他说为什么我的股票不能用 当然 这很正常 你想想一项技术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股票 对吧 那不然大家开发一个技术 然后通过量化跑一跑 都能赚钱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运用这个技术来 就是说你去找 对吧 找符合我们这个技术股票的股票 而不是说把这个股票把这个技术去强行应用到不适合这个指标的股票 对不对 再简单的说 就是说当一只股票符合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们就做 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就不做 对不对 我们要有所舍 然后才有所得 对不对 我们不能什么都要拿 什么都要吃 这是不可能的 好了 我们今天周末就集中解答一下那个后台一些普通啊 就是比较浅显的啊 浅显小白的一些问题啊 明天我们再做一个KDGFS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一个用法啊 祝大家周末愉快 也祝这些爱学习的朋友们早日啊 早日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不为别人轻易的收割 不再是一颗简单的小韭菜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